1月14日,那根肺瓶黄羊做的矮拔 曾经在7月18日,把这个纸条平了一下 都有视频的,一个是1月份的,一个是7月份的 下面这个鸡部出头,你们看看 我估计中要4公分左右 加上这个里边则有10公分左右 这根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4颗小筋皮 我今天现在到中秋过后了嘛 开始根派 我这根王羊师一直要续排到它成型 第一个就是讲根 根要归起来 归根 因为在田里边养,这个根要跑掉的 我们在盆里边养,你看,你上来看 整个一圈根 全部是八方根 那么八方根里边,它有不好的根 这根根就跳出来了 看得出来 那就把它处理掉 因为你不把它处理掉 到时候这个上面一根根,特别强 像萝卜一样,特别粗 那么这样取掉了过后的好处是什么呢 所有的小根长得都很均匀 那么到时候要粗,就是一起粗出来 那就OK了 首先就是鸡部 鸡部,好,完整了 然后我们讲生段 我们这根东西本身那个生段 微微的二世型 很自然的 你看 当时就是,你看看 一个大硕形 因为到时候送起来要这样斜 斜着一点重 那么这个纸条在缺月份平过来 因为黄羊纸条这样粗一定要平了 不平的话 到时候它就不听你话了 因为它那个纸条那个粗度密度很硬 密度很紧 所以小时候就要,小鸭的时候就要平好了 那么我们酥派盆紧呢 讲究的一点就是不能介 就都是瓶措子 都是瓶措子,你看看 哦,可以介意,介意吧 就是最好是不要介 全部瓶了,瓶得出去 瓶得出去 瓶得出去 包括小鸡条也要瓶得出去 对吧 不要从上面一根拉到下面 再这样分片出来 就我们酥派盆紧讲起来 不大允许的 那么 这个片 出片 看看完整了 完整了过后 让它慢慢养出 那么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秋天 黄羊 开始 就果了 就是 哦 开始有花苞了 你看 这就是它的花苞 这个花苞 最好要拿掉 用剪刀也可以 用碾子也可以 用碾子也可以 再拿下来 它到时候一张叶 这个叶下 一张叶的叶下 就是一个 一粒牙点 一个牙包 一个花苞 你看 这颗 因为有的出来 我已经采掉了 有的还没长大 等它长大一点 再采 你看看 每片叶的下面 来 都有 这样采一下花苞 有什么好处吗 一颗东西要养好 它是吸收养分的 你看 把树上的养分 那个树叶的养分 全部抢光 不冒心痒 你如果花苞采掉了过后呢 它就 这个养分全部 送到要去的地方去 因为花苞切养分 现在蛮厉害的 取掉了过 你明年开春就知道了 它那个新芽嫩芽 爆发力很强的冲出来了 你如果不取掉 它开花结果了 还要 所以一个品种 一个品种的学性 一个品种 一个品种的养分 这个季节 黄芽开花结果 这个花苞 已经成了 就把它采掉了 它就不结果 不开花了 不结果了 这个养分全部到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一颗东西养得好 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黄芽 现在摘了花之后 还有什么要做 像这个状态这样 这个状态就是 上天那个薄肥 因为它现在还在 慢慢慢慢生长 因为现在天气已满了 也不是顶冷 它就花苞不长了 它走根茎 把根茎养好 到过冬 到明年开始爆发 起到这个作用 就是续养 明年的新芽 时间关系 就到这里 了